大家好,我是卓越牧区S4的小组长,我叫阮碧成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工作上面得祝福的见证 那七年前其实我有曾经来这边做过见证 因为当时靠着自己的努力还有神的恩典 我录取下来的公司,那当时的录取率大概只有5%以下 所以就很感谢神 那其实过了这七年,中间其实我很多时候 就在工作上面有很多的挑战 导致我对工作的热情也不断的消散 然后一直想要离职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当然又去面试其他的公司 虽然有录取,但是因为薪资福利 就是远远不及我现在的公司 所以我就陷入了一个很想要离职 但又没办法裸退这种无限回圈里面 那因为前年就是因为疫情 然后我们集团因为有防疫险 所以整个集团亏损了几百亿 所以我们去年的就是我们的bonus 大概就是打了六折 那虽然这样的状况下比起同业 我们的公司的福利还是算不错 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没有打消想要离开的念头 所以常常在想说为什么上帝不把我带离开更好的公司 好让我脱离就是好像很痛苦很不开心的状况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有持续在面试 那有一家公司我非常想去 然后也有录取 但是因为他是外伤 所以我大概等了两个月的流程 他之后告诉我说就是人事冻结 所以我非常地错愕 然后我就这或许也感谢神这神的保守 因为这家公司就是前一阵子 大概全球大裁员20%这样子 然后就感谢主 好险我可能当时没有去 不然我可能就是那个被裁员的那一个 对就感谢主 那就是经过这么多波折 我还是在原本的公司 那我就也很感谢神 就是去年的公司 去年公司的业绩是有史以来就是最好的一年 那防疫险的部分也是全部就是靠着整个集团努力 有把它赚回来 所以今年我就是我的bonus 大概是16个月的薪水 对就是很感谢神 然后我同时我在今年7月 我也是获得一个神仙的机会 就是我有机会去参与我原本领域外的工作 那就是我的薪水加薪了大概20% 对所以就非常感谢主 那最后就是 其实在今年不论是主日 或是在列我的信息当中 其实好几位牧师都同时提到说 神把你放在现在的位置 一定有他的旨意 然后当时我只是单纯就是放在心里去思考 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是神 让我亲自的经历到 就是神对每一个人都有最好的安排 其实我就是当下真的很难明白或理解 但是最后神的带领总是 就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 那感谢神让我拥有这样的恩典跟祝福 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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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